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希 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不知你有沒有聽過墨主歌爺這個地方 可能在你身邊都有一筆小朋友說 以前去過墨主歌爺到朝聖 而我自己都很幸運 在2006年和2016年 兩年都去過墨主歌爺朝聖 為我來說每一次的朝聖旅程 都帶給我很大的得著 尤其是和聖母馬里亞的關係 不知你想要知道 多些關於墨主歌爺的知識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很簡單 以往墨主歌爺有個網站 大部份的文字都是英文 或者當地的克羅地亞文 但今時今日有個全新的中文網站 透過這個網站 你可以得到很多關於墨主歌爺的資訊 無論當中的廣道 甚至有很多分享的見證 我相信為你來說一定會得益良多 希望你能夠多點去看看這個網站 今年正是聖母在墨主歌爺 顯現40周年 但由於病毒大流行的關係 我想很多朝聖者都沒有辦法親臨墨主歌爺 所以主辦當局 再安排在10月30日 星期六 當地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會有一個以中文為主的網上大會 內容包括有神事者 華人牧者和朝聖者的見證分享 聖歌詠讚 教理講授和用心祈禱等等的主題 希望到時大家能夠踴躍參與 亦希望在未來能夠在墨主歌爺與你會面 天主保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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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